微博3比1战胜狼队 以S组第二的身份收官第二阶段 暖阳11次MVP荣升榜一大哥 狼队的状态急需调整 尤其是项羽和龟七的失误实在太多了 第一局龟七的前期决策就比较冒进 竟然要去强行打一个有大的曹操 结果暖阳的裴心虎支援过来 配合花卷拿到医学 项羽虽然跑到了塔下 但也没能躲过老虎的追击 在狼队大逆风的情况下 一生战了出来 他的苏烈开了一波漂亮的团战 在落后一万经济的情况下 竟然还打出去了 能看得出来狼队的手法还在 打团能力也不弱 但节奏和运营确实比之前差了太多 但最后一波项羽又失误了 沈蒙熙被鲁班大师抓到 掉点一人的狼队 团战明显打不过微博了 并且加罗后期的输出环境也不如黄中 微博率先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可以说是暖阳露娜的爽局了 他的露娜上次打A级超玩会时 发挥也还不错 有过四杀的表现 虽然没能拿下比赛 但操作其实很丝滑 事实证明打A级那局是长生动得太准 而不是暖阳露娜弱 项羽的王昭军就动不到露娜 暖阳一波跃下无限连成九 复活甲换金身再换明刀 直接把狼队袖翻了 坏了一脚踹出来一个速率的被动 但是乔西在后面不断的跟伤害 自己拿到二连击碰的活动再点一下 小胖也难走 第四局前期又是归期送了一血 每局比赛都交一血 这狼队可怎么玩 优势情况下 暖阳的夏侯敦已经近乎无敌了 牛膜也一样能开 等到小胖从后面绕过来时 正面团战早就已经打完了 现在看来S组的上三家 似乎已经分为了三个档次 暖阳的11次MVP也成为了榜一大哥 自从老林离开后 狼队的状态明显出现了滑坡 这种感觉很像是后SK时期的E-Star 选手变动不大 但比赛状态越来越差 虽然狼队目前还是S组队伍 但看来离冠军这个目标 已经越来越远了 反观北京微博 虽然输给了A技 但并没有影响选手们的心态 本赛季之间就输了一个大场 面对其他队伍 压制力还是有的